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住在一起 大概是距离产生美吧 这些年来 我和婆婆之间还算融洽 可后来 婆婆在某婚恋网站上学会了直播 嫌自家地方小 装修不好 频频跑到我家直播 每次她都要求我和孩子躲在侧卧 不要打扰她直播 因为她一直宣称这套房子是她独立居住的 我女儿两岁多 正是顽皮吵闹的年纪 常常到处乱跑 有次婆婆正在直播 我去洗手间的空 女儿开门进了主卧 张口就问 奶奶 你在干什么啊 婆婆匆忙退出直播间 等我出了洗手间 她没好气地跟我说 你连个小孩都看不住 我这刚聊了个条件不错的大哥 这一闹 肯定聊不成了 我无奈地看着婆婆说 就算是成了 人家到时候来家串门 也会发现实情的 婆婆白了我一眼 你知道什么 二婚市场 男少女多 男的当然要挑条件好的 人家看见我那老婆小的房子 能跟我谈吗 我得先想办法谈个老伴 谈出感情 再告诉她实情 我还想再说些什么 可看婆婆那性冲冲的样子 又不好泼她冷水 只是 她的所作所为 实在是影响到我和孩子的正常生活了 张祥的爸爸在他十岁那年 车祸去世了 我要跟他结婚时 我爸妈是反对的 除了张祥家条件不好之外 二老觉得单亲婆婆难相处 怕日后会有婆媳矛盾 我和婆婆见过几次 觉得她性格还算随和 而且我和张祥很相爱 她上进 优秀 身为单亲家庭的孩子 不是她的错 我极力劝服爸妈 积极创造机会 让他们和张祥相处 一段时间后 爸妈也认为张祥是个值得托付的好男人 最终他们同意了我的婚事 我和爸妈体谅婆婆的辛苦 婚房是我和张祥用公积金贷款买的 富首富时还差了20万 是我爸妈支援的 爸妈给了我十万嫁妆 让我们拿去装修婚房 婆婆那边 我只象征性的收了一万彩礼 婚后我和张祥拼了命的工作 婚后第三年我怀孕了 我一直坚持上班 直至生产 婆婆虽已退休 但她说退休金少 一直在外打工 孩子出生后 一直都是我妈帮忙带娃 可在孩子一岁多时 我姥姥偏瘫了 大舅姥姥都在外地 照顾姥姥的重任 就落在了我妈身上 那时张祥刚升了部门经理 年薪多了 我便辞了职 专职在家带娃 一年前 婆婆突然动了找老伴的心思 我和张祥都支持她 我拜托家里亲戚帮忙介绍 婆婆见了几个都不合适 后来婆婆上了婚恋网站 开始直播 连工作都辞了 专心找老伴 晚上张祥回来后 我跟她说了白天的事 张祥给婆婆打了电话 婆婆在电话里哭哭啼啼 说她为了带大儿子 独生二十年 现在儿子生子了 她只想有人陪她共度余生 我们还有这么大意见 难道她只能孤独终老吗 听着婆婆哽咽的声音 看着张祥不知所措 又为难心疼的眼神 我心软了 是啊 婆婆只是想找个老来伴 就算有困难 不方便 我也该想办法配合 晚上 张祥跟我说了许多 说她亏欠我的 会用一辈子来补偿 我知道 张祥孝顺 若是婆婆能有个幸福的归宿 她也能安心许多 就这样 婆婆在来直播时 我不再说什么 而是带着女儿去楼下 或是广场玩 几个月后 婆婆有了好消息 她同林市一位比她大三岁的王叔 脾气相投 王叔约好坐火车 前来跟婆婆见面 婆婆美滋滋的 让我陪她逛街买衣服 全程满面春光 一副被爱情滋养的样子 看到她幸福开心 我很欣慰 见面之后 两人都觉得对方不错 王叔当晚住在了酒店 晚上 婆婆给我打电话 语气十分为难 原来 王叔要来家里做客 婆婆担心 她看到我们一家三口 会觉得奇怪 我劝婆婆 把实情告诉王叔 既然两人都相中了对方 就该坦诚相见 婆婆却说 我俩才见面 感情还不稳固 等时间长了 再告诉她实情 婆婆嘱咐我 就说 我们的房子在装修 暂住在她那儿 装修完就搬走 我不愿意撒谎 可婆婆坚持如此 我也没有办法 转天一大早 婆婆带着王叔 来了家里 王叔一进门 就四处转悠 说房子宽敞 采光 装修都好 带电梯 小区绿化也不错 我在一旁陪着笑 心里 却有种不好的预感 王叔说话的样子 好像以后 要搬到这里住一样 之后 他问我 新房在哪 装修的如何了 什么时候搬走 我尴尬的 脸颊发烫 可看着婆婆 祈求的眼神 只能编了几句谎 哄王叔 婆婆和王叔走后 我十分不安 给张祥发微信 告诉他 刚刚发生的种种 张祥安慰我 说王叔 可能只是随口问问 之后 婆婆和王叔 你来我往 交往得很顺利 我提着的心 渐渐放下 或许吧 真的是我太敏感了 两个月后的一天 婆婆来我家时 愁眉苦脸 我问他 是不是和王叔闹了矛盾 他叹气摇头 说我家房子是学区房 附近的小学 初中都是重点 王叔的孙子四岁了 户口所在地的小学 师资不好 王叔问他 两人能不能领个结婚证 他把孙子的户口挪过来 这房子要是我的名字 我愿意挂上孩子的户口 可现在 我要如何跟他解释 婆婆哭丧着脸 直说 他好不容易找到了贴心人 要是因为房子的事散了 他以后 就再也找不到 这么好的老伴了 我劝着婆婆 让他把一切如实告诉王叔 趁早坦白 让王叔和儿子儿媳 再想别的办法 婆婆听了 只是一言不发 婆婆走后 我越想越觉得不对 王叔的儿子儿媳 都在临时上班 如果孙子来这边读小学 那王叔必定得带着孙子 搬到我家住 难怪第一次见面 他极其热情地询问 我家新房装修的事 应该是早就想好了 等我们一走 他就带着孙子住进来 吵个老伴就解决了学区房问题 若王叔一开始就打着这个念头 我不得不怀疑他对婆婆的真心 晚上我把忧虑一一告诉了张祥 让他打电话问婆婆 有没有跟王叔坦白 张祥打了电话 婆婆说他跟王叔说过了 让我们不必操心 我以为王叔得知真相后 接受了这件事 没想到几天后 我带着女儿在楼下玩时 却见王叔朝我走来 他陪着笑脸说 孩子户口挪过来 只是为了上学 没有别的意思 让我多多理解 听他这么说 我便知道 婆婆没跟他说实话 不好戳穿婆婆 我只得耐心跟他解释 这边学校规定 孩子要上学 房本得在父母名下 我以为这样 能阻断他的念头 没想到他说 我早就打听了 只要开个父母无房的证明 孩子户口 落在爷爷奶奶名下 也能上学 原来 王叔的儿子儿媳 没有房子 我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看来 王叔是想住到婆婆的房子里 把他的房子 给儿子儿媳住 他从一开始 就是冲着婆婆的房子来的 事到如今 就算婆婆怪我 我也只能告诉王叔实情 王叔听我说完后 倾刻变了脸 气冲冲道 我就知道 是你在阻拦 现在还编瞎话 说这房是你们的 你婆婆一个人 带带儿子不容易 你们结了婚 就该自己努力生活 不要霸占着婆婆的房子 不松手 我生了气 告诉他 房本是张祥和我的名字 让他断了给孙子挪户口的念头 他文言大怒 手指着我 慢慢咧咧的 直说 婆婆身体康健 我就想着把房子 占为己有 丝毫不考虑 婆婆下半辈子的幸福 说我们一家 是吸血鬼 还说 房子是婆婆的 我们有什么资格 不同意 他孙子挪户口 他又吵又闹 引得小区里 很多人围观 女儿吓得哇哇大哭 我忙着哄女儿 根本顾不得说话 我家对门的阿姨看不过 帮我解释道 这房是人家小两口买的 首付借了账人家20万 装修费是账人出的 贷款是小两口还 婆婆没给天一分钱 怎么房子倒成了婆婆的 王叔不信 一个劲的 跟我要说法 这时保安赶了过来 连劝带哄的 王叔只得离开 我抱着女儿回了家 孩子受了惊吓 下午就发烧了 我忙给张翔打电话 让他请假 陪我带孩子去医院 在医院等候时 我抱着女儿不住流泪 从结婚到生孩子 婆婆没给我们帮上一点忙 反而给我们惹了 反而给我们惹了这样大的麻烦 若是孩子吓坏了 谁来负责 张翔安慰了我几句 就去远处走廊 给婆婆打电话 我摇摇看着她 她情绪激动的 对着电话说着什么 只是距离太远 我根本听不见 晚上我给女儿喂了药 安抚她睡着 张翔在厨房做饭 我俩刚要吃饭 婆婆就来了 她情绪激动的指着我 从我开始找老伴 你就各种阻拦 现在因为你那些话 王哥要跟我散 你安的什么心 是不是怕我找了老伴 我的房子 就没你跟张翔的份了 你为了套房子 就破坏我下半辈子的幸福 还有没有良心 张翔拦在我身前 一直说王叔心思不纯 这样的人 就算跟他在一起 也不会幸福 我也一直在解释 王叔要把孙子的户口 挪到我和张翔的房子上 既然这事不可能 就该告诉他 让他断了念想 现在他看到挪户口的事 没了可能 就露出真面目 是好事 否则一直瞒着他 最后才让他知道 户口挪不成 还不知道他会生出什么事来 可无论我们怎么说 婆婆都听不进去 一个劲的大声指责我 我求他小点声音 说女儿受了惊吓 才睡着 他却像魔症了一样 声音越来越大 突然卧室里 传来女儿的哭喊声 我连忙跑进卧室 只见女儿坐在床上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眼神惊恐 浑身发颤 我吓坏了 忙把女儿抱在怀里 又哄又拍 过了十几分钟 他才平静下来 门外不时传来 婆婆和张翔的争吵声 我给女儿戴上耳塞 快步走到门前 一把拉开大门 对婆婆道 我从没惦记过您的房子 这一年来 您的所作所为 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我一直在忍让 但您对我们 没有半点体谅和理解 既然如此 那以后 咱们就不要往来了 我不会阻止张翔尽孝 但这是我的家 是我爸妈给的首付 出的装修钱 以后 这里不再欢迎您 请您 不要再跟任何人说 这套房子是您的 否则 我会跟张翔离婚 如果您想儿子 没了老婆 想孙女 也在单亲家庭里长大 那就继续闹下去 婆婆愣愣地看了我一眼 转而看向张翔 张翔不看他 只是疲惫地说 妈 您别闹了 孩子都病了 难道一个居心叵测的男人 比您的亲孙女还重要吗 好 好 你们都欺负我 不让我来 我就不来了 婆婆哽咽地喊出这句话 拍门而去 我和张翔互相对视着 既悲哀又无奈 之后很长时间 我都再没有婆婆的消息 张翔每周依旧去探望她 他们说了什么 婆婆现状如何 我都没有问过 半年后 张翔见我放下了这件事 才告诉我 王叔得知婆婆没有学区房后 坚定地跟她散了 还说 要不是以为她有学区房 才不会找她这样 又老又丑的女人 她说 婆婆很后悔 很惭愧 她很想孙女 问我 能不能带女儿去看望婆婆 我同意了 张翔又为难地问我 可不可以像以前那样 让婆婆常来家里做客 我拒绝了 我告诉张翔 我不需要妈帮我什么 但我也不想 她给我惹麻烦 之前的容忍 都是为了你 今后 我只想安生过日子 张翔表示理解 说她知道委屈了我 今后 再不会让婆婆 打扰我们的生活 婆婆是女儿的亲奶奶 我不会反对 祖孙二人见面 但婆婆的所作所为 已经给我造成了伤害 至少 现在 我还没有办法 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婆婆的不幸和辛苦 都不是我造成的 我愿意在我能力范围内 给予她支持和理解 我也希望她晚年幸福 但让她幸福不是我的义务 也不该影响我的生活 若她的幸福 触碰到了我的底线 那我只能保全我们这个小家 曾经的我 一味地体谅她 不断拉低自己的底线 任自己委屈 却换不来她的半点理解 现在 我只想过自己的舒坦日子 眼不见 心不烦 仅此而已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量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